今天為大家帶的 帶來的第一首歌是今天的開場 那因為明天就是準備去讀大學的日子 那這首歌叫小米酒 那是在講說對 就是在外面讀書的孩子對家裡的思念這樣 那昨天在幫家裡面塞衣服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昨天有偷哭啦 那因為昨天上衣服的時候 每賽件衣服的時候感覺那個衣服都有 是感覺都有一個故事 在家裡面發生一個故事 然後其實那麼多家裡那麼多人的 家裡那麼多成語裡面其實 最不捨的其實是我的弟弟 然後我弟弟才小六在那邊 深藍色衣服的 那是我弟弟 那可能是因為從小太希望有一個哥哥 就是可以保護我照顧我 那現在我當哥哥 然後在 希望可以多陪他啦 就是在這個時候就是 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康遍遍 chapters長大 官課不好沒有關係 但是千萬不要學壞 對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在鐵花村 打破的第一個東西就是小米酒 那我們來帶來第一首歌小米酒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居然的狠側在心中 不不想對我說崩落的故事 他手上的那一杯小米酒 我最愛的小米酒 每當我的心疏傷 我需要你來麻痹自己 小米酒 我最愛的小米酒 是無福的安慰 是來自部落的滋味 好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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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要開 我愛要開 也許可 誰不找我 不知道為什麼 虛弱的跟車頭 在記憶中 負負常對我說 不落得不 她收藏的那一杯 小米酒 我最愛的小米酒 沒拿我的心收拾 誰要帶來那一杯 小米酒 我最愛的小米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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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時候 我的作品 回到小米酒 我最愛的小米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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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米酒 每当我的心受伤 需要你来麻痹自己 小米酒 我最爱的小米酒 是夫妇的安慰 是来自部落的滋味 谢谢大家小米酒 然后谢谢我的家人 然后我爱你们 我也想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